嗨,大家好,我是小跑 上期视频说到测试狗狗 它们到底是喜欢吃生肉还是喜欢吃熟肉 那么测试结果是它们喜欢吃熟肉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咱们就来说说 到底是吃生肉好还是吃熟肉好 其实这个答案是吃生肉好 为什么呢 因为生肉它营养价值丰富 如果你吃熟肉 熟肉毕竟经过高温 它在消毒的同时也把营养也给杀死了 所以说还是生肉的营养好 狗狗吃生肉 它的吸收好 它拉出来的粪便就很少 全部都吸收了 但是吃熟肉它拉出来就比较多 很多营养物质都被高温给杀死了 其实狗这种东西它本身就是动物 它是适合吃生肉的 大家不要觉得我们人要吃熟肉 那狗好像就是要跟我们人一样吃熟肉一样 其实狗吃生肉是最好 因为动物它都可以吃生肉 但是你喂生肉的前提是 这生肉必须是新鲜的干净的 你才可以喂它 而且要定期的驱虫 你如果喂生肉 一直喂生肉 你驱虫的次数要比喂熟肉驱虫的次数要多一些 比如说一个月一驱 或者是一两个月一驱 喂熟肉的可能就是三六个月一驱 所以说如果是新鲜干净的食材 生肉那是首选 如果说你的食材哀利不明 或者是心理不放心没有底 那我建议还是加热煮熟消毒之后再给狗狗吃 反正总而言之吃生肉 营养好吸收好 吃熟肉相对来说更加安全 它们也是有利有弊 具体到底是吃生肉还是熟肉 要根据你自身的条件和饲养环境来决定 怎么样适合自己 就怎么样来喂就行了 好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给大家分享到这 又希望视频的朋友可以持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